我开了个直播 谢谢 蛮棒 哈喽 晚上好 我在吃蛋糕 我在吃蛋糕 你吃了吗 我吃完了 我吃完了 给大家看一眼 我以为你要把你吃完的那个盘子给人家看 嗯 这个不太不错 这个有皮 我好难 你直接把手机拿过来不就行 看 看 看 我看葡萄皮 搞得我手上都是 哈斯 草莓西瓜 西瓜草莓蛋糕 嗯 真不错 我觉得我现在很丑 因为 我哭的把我妆都哭掉了 看我吃完了 我在那边 胡妆 我在那边嚎嚎她哭我真无忌 对 公演结束了之后 我在画一间 我看了他 我在那边哭的跟狗一样 你要是说你哭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我记得我哭的时候说的是什么 难得在前书里哭啊 确实 太丢脸 而且阿姨都在 就是在换衣服的时候 哎呀我的头发太弱了 然后把我的亮片都哭掉了 我现在脸上就一点都不灵不灵 一点都不不灵不灵 这边光好一点 我热但是我也不能拖 你感觉我今天吃完这个饭 我人都变远了 因为里面穿太少了 我上去了 你好 拜拜 拜拜 你这速度太快了 你洗好澡了吗 都喝好训练 你洗好澡了吗 我冲了一点 厉害 好 可是卸妆怎么能这么快呢 我每次卸妆 谢谢 我觉得卸妆好难卸 因为我眼神跟脸出两个门 然后就把他们敷一脸 敷一脸 太猛了 我要是有这个速度 我每天都能早睡20分钟 我永远都记得我今天在画 对在换衣服间 我哭的时候说的什么话 我错过了这一段 你不在 你一会告诉我 因为我当时 我跟你说 因为我当时换衣服换得特别快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去拍我那个伊拉宝 然后 我本来想等你换好衣服 对 我本来想等你换好衣服 帮我拍 我看你也不下来了 然后我看了 我看了赵天杨正好 穿上他的小裙子出来了 我就拉着他给我一起去拍 然后结果 我的伊拉宝就消失了 本来我们不是今晚长的时候 还去看了 然后 爸就给消失了 消失到太快了 嗯 现在不方便说 现在不方便说 没事 可以一会偷偷的告诉我 以后可以说 以后可以跟你们说 但是现在不方便说 对 以后如果我还记得的话 可以跟你们说 是收走了 然后 就是 反正就是收得很快 过去的时候已经没了 我大概明白我嚎啕大哭的点 是在哪 这是在食堂 你们没有见过食堂吗 保持的不错 到现在还是卷的 可以 现在这个新发型不错 很 很氧气 然后又有点儿笑帅 谢谢 谢谢G.A.Z送你的五个秋天的奶茶 而且还显高 你看 他顶上这么高 显得老高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我说的那句话就很搞笑 关键我还边嚎啕大哭边说 我想想也是蛮搞笑的 我说不了我的惹喊 就是 我现在不好说 我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你们说 也不是就是说出来的话很搞笑 你让我再想想我好怕我忘记 我说的什么来着忘记 我说的什么来着忘记 我说的哪些都是 这单单真的不错 剩下这些 你们云分享吧 忘记了 看来现在这么多 这真的很好 差不多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真的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句话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可以说的再搞笑一点 然后反正就是在那边嚎啕大哭 但是也有一种不舍得吧 因为我 第一次经历这种离别吧 第一次经历这种 对就是离别 我不是很喜欢离别 但是我觉得人生路上 可能会有更多的离别吧 就是以后可能就习惯了 可能没有怎么经历过 所以才会 那么的 不舍 这里冰箱消失了 这楼下怎么没冰箱呢 我 反正就是很好吃 可惜你们只能看着它 嗯 你们下次也可以去买 尝一尝 我饱了 主要是我吃完饭了 我吃完饭吃的蛋糕 所以很饱 这个是裸蛋糕 所以它家蛋糕都是这种 哇很好吃哎 我生日也要在这家店 对 就是他们家蛋糕都不是那种 我已经计划 计划好了我的 我生日时候设置蛋糕 在哪家店 好搞笑啊 就是 就是 烤上戏就很有食欲的那种感觉 没有 我今天 我今天是 也不会特意的烤上戏 我今天在公演前不知道 我今天是最后就是公演结束 我们鸡婉长回来要 鸡婉长回来的时候知道的 然后我知道的瞬间 我是回忆起了今天公演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读入场须知的时候 温温就在拍我 我当时想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入场须知吗 为什么要拍我 然后我又回想起 在 我要去跳后metaunit之前 就是我在后台在练嘛 然后 我就在练自己的那个动作 因为我怕记不住怎样做好看 我就做很多种这种 设计了很多种这种性感动作 然后我发现 余正在后面拍 就是通过镜子在拍我 就是我回想起这些 因为我当时觉得只是 可能只是在记录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回想起了这些才发现 是什么 所以才会那个 好看 好看 天呐 我差点要买这件 真的吗 我差点要给你买这件 是真的 就是这个牌子这件衣服 真的假的 蓝色的 就是这个牌子这件衣服 真的 我还是在收藏 收藏夹里呢 你说你也想给我买新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这件衣服 这个牌子 这个颜色 这件衣服 我一定要给大家欣赏一下 对对对 就是很感动 以为就是一个平时的记录的一个东西 以为就是像平时拍Vlog一样 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想记录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吧 想把此日此刻的人都记录下来吧 就是有点让我回想起当时就是离开北京中心时候 我也是拿了自己的手机 而且而且真的拍了自己的小屋 就是我住了五年的那个宿舍 我就是也是拿手机视频这样 我当时想的是 环顾四周拍的 就是夏天都快要过去了 很感动 明天再买它 没想到明天就购买了 明天就购买了 真的很好看 很喜欢 如果你也买了这个裙子 那就太修了 居然能在这么多条裙子那天 对对对 看这么同样一件 还好我没有买不然撞了 对对 因为我后来想想我怕就是买给别人的 就万一不喜欢呢 然后我就想还是买一个不怎么会出错的东西 你买了怎么会不喜欢呢 你喜欢吗 就是因为就是 穿衣风格每个人不一样嘛 然后而且 段玉璇今天穿的衣服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而且就是我才刚送完就是 就是刚给段玉璇买的生日礼物是衣服 然后我再买衣服我就觉得自己像什么衣服批发中心一样 然后就是今天段玉璇穿的西装裙是我送的 那天是你送的 对好看吗 我好想有见过那个裙子 那个牌子是吗 对 就是因为我本来想买西装外套 但是我觉得她太多西装外套了 我就 就给她买了一条西装裙 然后她今天有穿还挺开心的 就是 就是一套西装裙 有 这里还有个小爱心 是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给别人买衣服还是蛮有风险的 因为 这个项链很大 因为怕 不知道 就是怕 你买的不是她的穿衣风格 这个 就很害怕 这个是 这个是今天送给我的 对就是很害怕 这个是我之前买衣服送的 责品 就是万一买了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这个是非常布丁布丁的 小天使 很傻 很傻 没有刚刚说到 刚刚说到哪里 哦 说我离开北京中心的时候 不是 为什么回去收拾东西吗 只有一天的时间 其实很仓促 然后那天 我其实十二点钟 就收拾完了 但是我一直到凌晨三点 我都一直坐在床上 就是光吐吐的床上 因为都收完了嘛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发呆坐了很久 很久 然后早上五点的飞机 还是六点忘记了 反正就是坐了很久吧 这刚刚刚 然后也用那个手机拍了 大车 记录了 那个房间的样子 因为我怕我会忘记 然后在那边 然后在那边 我刚走出那个上场的轮 在那边这样打车呢 对七点左右的飞机 但是五点钟就要走了 五点钟是要离开中心的 然后吓死我了 我当时还以为是猥琐男 因为我今天真的有被猥琐男下的 猥琐男 我真的有被猥琐男下的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们排队的时候 我们在吃饭排队的时候 然后有两个男的就 有一个男的 就直接就冲着我就走过来了 好可怕 对很可怕 然后在旁边那个男的直接把他给拉走了 我当时 我当时整个人实话了 太可怕了 我觉得好可怕 真的很吓人 对 然后我当时有一双手 就搭在我肩膀上了 我这一瞬间我真的以为 因为我一转身嘛 就是 找到现在看不见 只能看到 就骑马上里面 对 就是 你们知道这种事情经历多了 我当时一下那就以为是 就是这种事情经历多了 像我们就是会经历很多嘛 就是经历多了之后就是 真的会条件反射 就是会吓一跳 就是路上遇到熟人 可能 可能是想跟你打招呼 但是你也会吓一跳 就是一激凌 就是害怕会以为是什么 那种 很正常很正常 没有没有被抛弃 是因为 他们今天要拍东西 赶不上吃饭 所以他们就去看电影了 真的 真的 我们小家整个手就搭在我的肩膀上 冰冰凉的 你们知道有多可怕 我一转身 只能看到一个黑影 因为那边太黑了 看不清 就一个非常高大的黑影 吓死个人 我一转身 我一转身 为什么他在炫耀 我觉得他也没有 echoes 你不要给我炫耀吗 这是幼儿园小学生行为 没事 我不需要排第一 这个外套热死我了 但是我不穿这个外套呢 在外面又有点过于的裸露 然后我在外面又必须穿着这个外套 所以就 你们喜欢 你们喜欢我今天的抖音吗 谢谢 你们喜欢我今天拍的抖音吗 喜欢吗 早就发抖音了 我还在那个 我还在口袋说了呢 我还在口袋说了呢 我播到12点我就关直播了 因为感觉今天挺 因为我好困 挺充实的 我今天起太早了 有点困 想回去睡个睡觉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度过了 想回去睡觉了 然后 因为今天刚好就有公演了 我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可是你可以这么做 看不懂 可以直接实施这个行为 就是 看不懂 没关系 可以直接实行这个行为 你就懂了 然后 吃了 虽然排了很长的队 但是吃到了 喜欢吃的东西 嗯 嗯 你嗯 你在嗯什么 就是吃 喜欢的东西吧 吃到了 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也聊了很久的天 也 明白了一些道理 我们今天都要吃饭 我也明白了一些道理 都忘记要拍合影了 我回来了之后才突然 突然间想到 哎今天 这么开心一天都没有拍合影 哦 不过我们今天公演结束的时候 有拍合影 哎 你们看今天公演下课零声了吗 我看到你 仿佛 上头了 我在模仿 袁雨珍 我在模仿她 看到了呀 但我没有想到 我看录播的时候 余震的表情更搞笑 就是 就是 她那个震惊的表情让我 让我觉得比我更搞笑 她真的 她真的太搞笑了 她那个震惊的表情太搞笑了 绝了 挺不错的 我模仿的是她二倍速跳那个 毒蜘蛛舞 是当她已经唱到我 我模仿的是她二倍速跳 毒蜘蛛舞 因为她觉得很突然 我们没有商量过 就是 我真的是临时起义的 因为我也是唱 歌的时候临时起义 所以她也 所以她也很震惊 所以她也没来得及加入我 因为她不知道 她也没有想到 她真的很搞笑 我没有想到她的表情这么搞笑 我没有想到她的表情这么搞笑 她真的很搞笑 我没有想到她的表情这么搞笑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呢 别人都可以呀 无所谓 对她就是觉得 嗯 蛮突然的 谢谢欧文啊 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 我怎么觉得我被蚊子叮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 有一个多礼拜 没有公演 两个多礼拜 两个多礼拜 是两个多礼拜 但是我会经常直播的 我会经常直播的 我会经常直播的 哦对我有五折的助演 四号的时候 四号 是五号的时候 然后会提前去继续 哦我要还债 助演能够 慢慢还吧 这没什么好透露的 嗯 先保密吧 毕竟是人家的生日环节 就是 还是给粉丝一些期待 和惊喜比较好 等一下你们当时候就记得看 等我修出来了再说 就前几天拍的那个照片 嗯 我是蹭了那个Coco的棚 就是他拍照的地方 我蹭了一下 对本来想去公园趴嘛 然后什么 一些 一些道具都准备好了 就很很分析的 我最不会的就是修图 你是我会呀 我来给他修 我蹭了他的那个 还有最后十八分钟 这个生日就过完了 有点快 加油还有明年的生日 我今天的生日 都已经不太想过了 再过明年 我已经不想过我的生日了 大家请忘记 我 记下来 两个月后的生日 还是三个月后的生日 大家可以忘记他 但是礼物一定要送 但是生日礼物一定要送 但是可以忘记他 所带给我的岁数的增加 对 按一下 再过二十分钟就是真的 不到二十分钟 就是真的 我 我实在想不通 我这么大年纪了 为什么我会嚎啕大哭 实在是有多大的痛苦跟委屈 是有多痛苦跟委屈 能让我这么的嚎啕大哭 的确满 的确满那个啥的 哦 是吧 是真的觉得 而且今天还 我觉得那一刻很崩溃 是真的觉得很崩溃 这个最大是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因为之前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然后去唱了 嗯 神龙 终于的 这公演都已经 已经两年了 三年 啊 两年 三年 谢谢 大妈 十年 十年人的崩溃 真的就是在一瞬间 大妈是不是也为我送了三个礼物 就是真的是在一瞬间的 啊 我今天有一点帅是为什么 没有吧 我今天哪里帅了 但是我很喜欢打拳 是真的 我真的在发泄 我的打拳 我的打拳就是在发泄 我太喜欢打拳了 但是那个头发甩的我有点 MCE真的很感动 是 因为 今天Home Me Time 我结束之后 我下去之后 段璇跟我说她妈妈在现场 直到公演 我说啊 我立马啊 然后 但是那个话 她说她不敢在那之前告诉我 因为她怕我放不开 然后在以前就说 说什么 段璇想要填填她们就说什么 可以改成最可可的生日祝福吗 因为很难说 对 因为她一开始想的那个话题 真的大家都不太想说 不管怎样都会引到你那个生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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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很感动 我就说 就在说 那就改成最可可的生日祝福吧 啥呢 但是没关系 所以 反正尴尬的不是我 因为反正也不是我妈妈在现场 所以尴尬的不是我 也就见这么一次 也就见这么一次 应该尴尬的不是我吧 所以 可以就是 可以发挥一下 可以到我身上来发挥一下 所以 很感激很开心 很感激很开心 MC高游乐就是啊 嗯 嗯 我妈妈在现场的话 可能 谢谢 吴晨建商送你个秋天奶茶 我妈妈在现场的话 我可能 就不会跳这个unit 我会跳一首 然后还可以和粉丝 无罪无我吧 比较正义的歌 就是打枪的歌 就是或者是 无罪无我吧 最合适了 如果爸妈来看公演的话 最合适跳的unit是 无罪无我 过生日的方式 因为他很正义 打拳的话有点 太像男孩子 我怕他们一下子接受不了 我这么像男孩子 我记得我经常这么多年 嗯 好像第一次在考虑过生日的时候 嗯 我觉得打枪真的是 这边好像你是有功严 不贼无我 对 而且那次 退一步成佛 而且他的歌词是 退一步成佛 就是我要立地成佛 就是无欲无求的那种感觉 然后 然后 就很正义凛然 很正气 好像是这样子 就很适合爸妈观看unit 然后 是吗 我忘了是哪一年了 而且有一年 有一年 还是和 和S队的联统同学 就是我和小艾还一起 嗯 哦 是吗 就想想不变 诸可 他说正邪 正邪 善恶全都是我 正邪 善恶全都是我 之前善恶全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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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人愿我神仇 是人缺不回说 不罪无我 最后的总结还是无罪无我呀 对啊最后的总结还是无罪无我啊 还是很正义的啊 反正不可能跳桑位啊 反正不可能跳的是桑位啊 绝不可能 还有一个不可能跳的 就是 在生日当天有公演 她的歌词很正能量 但是她的动作不行 是每一年都有 但是但是因为 而且我还要趴在地上 就还要滑跪 然后还要干嘛来着 我还滑腿 我还要伸腿 绝对不行 他们会想让我穿条秋衣的 哦天哪还有11分钟 不对他们会想让我穿条秋裤的如果我伸腿的话不是那个桑位要有一句歌词是有个伸腿的动作吗滑腿的动作 就是什么 哎歌词是什么 拥有的 拥有着的 拥有着的一切是多幸运 拥有着的一切是多幸运 我说是那个滑腿 我说是那个滑腿 我看上面山上的奶油 不是尖奏那里是那个 我唱分词那里 撑着桌子那里 怎么会这样 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太搞笑了 我们在吃火锅吗 然后原理人一直在 一直在讲话 我好心疼她的口水 你一直在讲话 然后他讲着讲着就看下我来就跟我说对吧 然后他就打那句哎你流鼻涕了 对对对对 那个画面太搞笑了 他说的可起劲了 然后突然说你流鼻涕了 因为你在看他想 那他想说对吧 他说你流鼻涕了 他就是说了一大堆 然后你流鼻涕了 对 没有当时真的流鼻涕了 这个不错 然后就看到 我就看到倩倩在那笑的特别开心 哈哈哈 尴尬 我也想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因为那个擂台一直倒 呃 因为那个地太滑了 所以导致他那个擂台 不抓地 就是每次都会倒 我不有趣吧 我觉得我就是 很无聊一人 就是果然无味 你们觉得我很有味吗 你们觉得我很多姿多味吗 你们觉得我很多姿多味吗 我觉得我太索然无味了 就是有一种没有加盐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清淡的一道菜 没有撒上盐 没有这样撒上盐 然后就说 他怎么没人说话了 我好像还听你个讲话 真的好搞笑 我就是一个清汤寡水吧 我当时差点上周生了 就是 嗯 就是清汤寡水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但是他喜欢听我讲话 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很解腻 就是起码我不有 这是我的优点 就是我不有 真的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一次两次就算了 我多次下来真的发现他真的看着干饭 找到了一个和我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不会 真的整场 我不会 这种很油腻 而且每次都 每次和他一起吃 吃东西 都是我俩最能干饭的那一个 那两个 没有我只是在用反面教材而已 不会 这种 但是 我不会wink 还好我不会wink 我也不会wink 你不会吗 我不会 就是我 我一只眼睛会动 我确实不会 我只会 有两个眼睛 有两个眼睛 不太行 如果我会 如果我会wink的话 我早就可以 我早就可以wink了 就是我会打拳的时候wink一下 就是 就是 我真的不会 就是 很不连贯 如果我会wink的话 就好了 没办法 就是眼睛太大了 就是 合不拢 怎么知道 哈喽 嗨 好漂亮 我 我 我想看你做wink 我 我想看你做wink 你是不是会吗 可是 我是很用力的 不是 我眼睛都合不上 我眼睛都合不上 你知道吗 我眼睛都合不上 因为你眼睛太大了 看到了吧 不是我自己这样说的 人家就是很 人家就是那种很 很轻松的wink 但是我不行 还是 还是 我一点都不信 还是像 还是像啥呢 眼睛超级摸 我这哪是会啊 我这个一点都不熟练 而且 唉 我想看你摇嘴唇 不是 你给我咬啊 你看 哦 就这 那不然呢 是怎样子的摇嘴 我也会啊 这也太油了吧 今天居然有人说我油腻 太过分了 我听了之后就想着 我什么时候变人社了 我从小天使 小仙女变成油腻 阿姨 原来说的是爱我油 我知道你们都非常的爱我油 嗯 我看 我觉得挺好的 我本来就不喜欢 咬嘴唇 跟wink 别说了别说了 我觉得怎样是帅呢 让我想想 我也不喜欢顶胯 我觉得顶胯太那个 怎样帅 你们送我生日礼物的时间到了 我想想如果我是个男的 怎样表达我的帅气呢 谢谢 这是个问题 就是我是个男的 如果怎么表达我的帅气呢 好难 咬嘴唇 有没有 咬嘴唇 不行 不行 那跟木头一样 假如我是个男的 没有 可是你们一直穿 又吃不到嘴巴吗 他不是很酸吗 就这样放在这儿 可对你们穿得好 到时候我又要去找小夜池 放在这儿 对呀花瓣是真的玫瑰花 就是那个水果和玫瑰花的香甜气息 我并不知道 我并不知道 就是得做什么行为呢 做什么行为呢 做什么行为呢 这样 不是我已经 我刚才前面已经吃过了 这样 前面已经吃过了 这样 好难呀我不知道 我觉得之前 男装公演的时候 我就是个 男装公演 我没有刻意设计什么很耍帅的动作 时间不多 我感觉自己 就是很严肃 我就是很严肃啊 因为 蛮抗拒男装公演的 所以感觉自己 像被绑架了 站在那一样 因为 因为我就是感觉自己像被绑架了 站在那 因为我很抗拒 所以我才会觉得自己 像被绑架了 站在那一样 就很冷漠吧 但是要更加的成长 因为 因为 我 手机只有20%的这样 不会再有第二次男装公演了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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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你不虐一点了呢 我平时不会不会穿 就这种 吊戴上 然后今天穿了之后 真的就 气死了 就 碰到了猥琢 很吓人 因为我已经想不出什么装扮了 我所有印象当中 就是我男装公演 应该有的一些帅气的装扮 我都给自己搭配好的衣服 跟风格 都用在了那套公演上了 所以下一次 如果有男装公演的话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打扮 感觉自己只能剃光头了 就是 不是现在一年 现在一岁 想象不出来有什么 打扮了 是 真的很过分你知道吗 我们就在外面排号 那么一堆人就在一起 我啥也没跟他在做的 我是坐着还是站着 我都忘了 就 一个非常 有幸 没做难 就 就 今天就这样走过来 还以为他打我 就 下去 然后 然后 然后他旁边有个非常高的满 就直接把他 就 包走了 加油 下来以后还是要 就是 戴个墨镜 然后 那我也扎不起来高马尾 我头发这么短 其实我也觉得 他可能是盒子味 哦 下次啊 下次长发的话 是什么呢 长发的话 应该也不会扎高马尾吧 我们排到这样 因为我之前长发的时候 就不怎么扎高马尾 原因是因为我扎高马尾不好看 所以我一般不会扎高马尾 所以我一般不会扎高马尾 我记得我以前 就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长发嘛 我就从来不扎高马尾 然后我们一开始 我都是散着的 然后我们一开始 排得快的那个地方 让我想想 我好像一直都是散着 劈头散子 后面 后面 因为我们大家都想吃自老关 然后后面呢 就发现自老关那个 号货的挺快的 就是一下子从十几号 到了七号 还是七号 我要关直播了 一大方人火速就下楼去了 就去那个 嗯 对 反正这边好快 和和楼上那个 去睡觉了 然后 困困 困困 等我下次直播 唱歌跟画画 请大家多关注我的下一次直播 是唱歌跟画画 也许你们会更喜欢的是画画 对吗 对吗 因为你们都把它当作是头像了 我觉得应该就是算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吧 我会带着这份肯定继续的前行的 谢谢你们 就那么快 就那么几分 虽然可能也是一种安慰吧 我过号 可以让你们看到更 差的我的 我说我们 我们这个过后 过得也太快了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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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走过来 跟您说过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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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